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說 明天在北京舉行的常委會會議 將有議程談及將全國性法例列入基本法附件心 他相信較大機會是反外國制裁法 政府無論是特首或者財政司長 他都表過態 都說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可以進行本地的立法 本地立法的工作我們可以做得更加可蕩 特區政府都很小心 既可以達至到反外國制裁這方面的目的 另一方面我們也繼續 中央也很支持我們香港 香港繼續是國際金融中心 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的 這個應該不會受到什麼大的影響